為了發揚人本交通 苗栗縣政府持續扎根 今年起巡迴縣內十八鄉鎮 也走入社區向長者推廣 將以人為本的交通理念 廣為傳播 打造行人友善的家園 人本交通這個生根計畫 我們開到我們這個中平社區 那今天我們也很榮幸 我們補助單位就是內政部 待會我們這個活動是很輕鬆的 透過簡單活動的形式 讓人本交通也能深入到長者的生活 若是族群的照顧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說對於道路使用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宣導 也希望說能夠更深入地方 在活動中同時也傳遞知識 期盼長者了解以人為本的 通行環境所能帶來的好處 共同推廣打造良善的道路環境 與用路習慣 尤其老人對於使用道路 或者是他使用車輛 這個部分的問題算是蠻多的 所以說政府對這一塊的照顧 來說也會投入更多的一個資源 11月起苗栗縣政府 透過自媒體徵建活動 希望民眾透過影片重新詮釋 並上傳個人臉書社群媒體 將人本交通理念分享給身邊的人 還有機會獲得大獎喔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在座民的新詮釋